大宗好 我们治愈这个法门 是一个很大的因缘 这是十到三世诸佛 佛陀佛的直指法 它可以让我们出离六道软回 破除无明 佛陀已经进了各种方便 给众生解朔 实现 来让众生能够处理解脱 那现在我们已经得到这个传承 有实行的实修的用功方法 也有教理 那现在我们用功 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法门的禅宗的道理 和宗旨 那实行方面呢 实践方面很简单 就只是提话头 然后起遗情 那还是说要有足够的信心 对自己的自信心 相信自己是佛 那所要努力的就是 我们的无明习气妄想 我们不要跟着它走 而把信用在话头上 要知道跟随我们的妄想 它已经是无始节来的习气业力 它没有出离的希望 那现在我们用功就是要处理 那我们用功要知道 不可以一直随顺自己的我执 抱着它 那佛陀有说 宁愿千年不悟 也不可依序于走偏了 那走偏就是有执着 有我执 那你就会很容易落入歧途 掉入深渊 那走错路的话 要回头 是很辛苦的 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说 用功要相信自信 要让他绵密不断 那相信自信就是 要不去随身 罪足自己的我执 功夫绵密 就是帮助我们出离 我执法之 那我们的心要清醒 用功提供提话头 要清清楚楚 那心要稳定 要相信 要相信自信 那我这一次去东部 不能说是 不敢说是红法 只是到那边去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参禅法门 他们在那边 他们在那边没有接触过 这个法门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他们所接触到就是很普通 很普通的 佛法 他们接触到这个离 这个离法的时候 他们觉得很意外 甚至惊讶 因为没有听过这样子的教法 那那边的佛弟子他们 他们的生活 可以说是 主要是在享受这个福报啊 有点像 天人享受天赋那样 他们生活很具足 物质各个方面 家庭幸福等等 但是其实 他在这个所谓享受的生活里面 也是非常苦恼的 他们也有种种的问题 不能免苦 那他什么都不缺 但是还苦 就是因为有无名 是吗 有执着 那我们出去一趟 我们看了人家那种 缺乏的 编地的 没有得到这种 很正统的佛法 回来我们才发现 自己这里很可贵 我们就 很珍惜我们这个小道场 因为我们这个小道场 有佛陀佛祖 祖师留下来的 传下来的正法 那这个正法 我们大家在这里分享 是一起去回归 我们的本来亲近的自信 那我们在一切时 一切环境 我们对三宝 对三知识 都要 都要知道 那个三知识 三宝 永远都是想 引导我们 处理解脱 但是我们就 不会去体会 这一份心 我们就常常会 操毛病 不满 不满意 指责 那些学习多一点的人 他就按自己 的四字便充吧 用他自己认识的 种种责难 指责 我们这里不行 那里不对 那其实是你自己的 葬道的因缘 这些自己葬 葬自己道 而自己 不认出来 不知道 我们最大的苦 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自己是谁 那还没有发现 自己是谁 我们就会一直在无明里面 颠倒 他不认识自己 才会颠倒无明 那又不知道自己正在 颠倒无明 所以这就很危险 这就是一个大 破坏 你学再多 懂再多 名相 懂再多 名相 名词 懂再多 你还是 迷惑 颠倒 那大家要意识到 这是多苦 一种很苦的 独吃 那因为我们 不 察觉到自己 正在无明 正在 迷惑 正在颠倒 不自察觉 看不到 也 不发现他之苦 然后一直抱着这个我之无明 当他是我 由于终生的无明 习气 他就执着 诸佛 祖师 还要 以方便来给我们 这个法门 还有规矩 等等 来引导我们 慢慢 走向明白 那人家立根 一听就 我需要这么多 法门 规矩 那主事是 当时被 才引导 指导我们 参话头 我们是 中下根 是下下根的 甚至 所以 这个方法 已经是 退了一步了 但是我们 还是不愿意 用心的去实行 还是很愿意 继续住在 无明 习气 那我自己 越去到那些 其他省份 看到人家那种状况 跟真正的佛法 就是没有接触 我更是 觉得我们这里 实在是太难和 很可贵的 那我们能够在一起 来学习常常听法 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那现在 世众在一起 不分别 大家都有同样的 机会和能力 来开悟它 但是我们不发现这里 所以非常可惜 那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大家要珍惜这个姻缘 那这个用功 现在我们有一个道场 也有法 有同餐到 一起 是很好的助到 帮助我们 用功 那我们要努力 不间断的去用功 那这样子才有希望 做自己的主人物 然后能够报答 那是我想分享的 今天 那现在大家如果有问题 疑问可以提问 还有那些新参加的道友 不要害羞 请提论 那么本师是赞摩尼佛 谢谢 师父 慈悲 法师慈悲 请 师父 开始 一直有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提论 和我讨厌 的 我 reward我才會介紹 有關於而提法 facilitators 但嘗osh 我會感受уки 不穩點 我會在教授 就像中文 玲联聽你 就算中文是居立的 是個政治和政治 就是問題不少认到底 但我只要 不能地做出 就是这样的发生是有两个人的发展 所以有的发展方向我在各方面的发展 就是这样的发展 就是那种发展的发展 当让我们也没有发展 就是这样的发展 我希望我们能够会发展 为多个人有三个人的发展 有一个发展的发展 是它这个发展 我会看过来, 这就是这样的发展 我会看过来 她的问题主要就是说,现在治愈这个参加大法是非常可贵。 那生活忙碌当中 很多时候不能参加 但是我每天上Zoom 我也觉得很好 但是至于表生死做主 我觉得那个目标太高了 那可能是只给力跟人 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 我先安分的修行就好 你觉得这种想法对不对 请师父开始 明语法师说 这是你自己个人的一种 执着的想法 那你这样子 其实是不符合佛祖的 真意 很多人就认为说 要见自信 做主要三大阿僧其洁 要成佛 要舍头目脑水 这个太难 都说以前 举一个例子 公安 德山 专门解释金刚经的 这个德山他对金刚经很懂啊 但是其实他对那个经理的义 是按他自己的想法去理解 而不是正确的理解佛意 那 那 佛经理说 三大阿僧其洁 就是 全部都是在 静静修行 舍弃世界一切 家产 妻子 园林等等 那佛陀他最初发现 就是在阿比地狱里面 发现 发现 宗伯价地大佩 马善下善 再来 财华 辣善 辣善 那 成佛陀 从初发现 到成就正等正觉 那是经过 无量节 那六祖说 这个误的话 是可以顿悟的 那说到回到这个德山呢 他金刚经 非常认为自己很懂 不就是担着这个金刚经 往南走 去 弘扬 这个 那以前 还没有开悟的人 他也不相信 他还没开悟 对不起 还没有开悟的人 他不相信 这个法门 那他当时发现 德山发现是要把这个金刚经 交给众生 让他们能够 让他们能够开悟 觉悟 佛的真实义 那他就是遇到这一位 卖点心的 的老太太 这老太太是开悟的人 就问 大德大德 大德从哪来啊 我从北方来 那你担什么 那我担着这个一担子的金刚经 那他说 老太太就说 那个金刚经里面有一句 您 您可不可以回答 指导我 您要是 能解释 我就供养 我现在卖的这个饼 不然的话 你付钱 我也不卖给你 这饼 有点是 刺激一下 这个德山 德山心里想 我当然能回答 你就问吧 那那个老太太就问 经理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那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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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 那他 那他达不上来嘛 他就 很胸了 所以他还没有到南方 到这里已经被 问住了 所以他就 觉得 他要 回头 那老太太就指导她说,你现在这样子吧,你去那个龙坛那边去见那位,重新尝诗去参学吧。 那老太太就指导她说,你现在这样子吧,你去那个龙坛那边去见那位,重新尝诗去参学吧。 所以她到那边了,就非常用功,非常努力学习。 那那一天呢,她就在那一边嘛,晚上在路上走,天很黑,看不到路。 那我们学法现在也像走在黑暗里面,看不到路的。 我们的无明非常深厚,看不到任何的光线。 所以那个时候,龙坛禅士就拿了那个灯出来给她照着。 细节没有听到,就是,然后她看到之后,不知道她还是龙坛禅士就把这个灯给吹灭了。 当时龙坛禅士就开悟了。 这个细节没有听到很清楚。 那开悟之后,这位德山就知道以前自己的一切的所知道的自见是个障道。 所以她把这个书都烧掉。 后来她就出来红法。 。 那后来德山出来红法呢,就是她的夹缝啊。 就是说,你出来红法就会被打三十大板。 就有人来问红法,德山就说,好,那现在要打你三十大板。 她说,我还没问呀大德,那不应该打。 那德山问她,你从哪来?她说,我从韩国啊还是哪来的? 她要坐船来,来请法。 那德山说,你还没有踏上岸就应该打你了,不是等到你来这里发言才打。 。 那如果回到这个女众的问题,你觉得这个说法什么,太高了? 那个开悟只能是给立根人,菩萨,我们就不敢去想象能开悟。 。 那其实也是你的自己的习气,自己的无名的一种想法。 如果你给自己这种限制,这种认知的话,那你是没有办法, 扫除无名和我之,因为你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障碍。 那我们这种障碍是无始节来的了,不是现在才有。 。 主是说,千年,宁愿千年不悟,不要一时走错。 那这个走错走偏呢,是指说,我们这种抱着石头舍去欲。 就是,抱这个患,不要那个真的。 。 那现在我们正确的心态是知道自己错,知道自己现在是无名之拙。 我们就是要发心拨增它,发心解决这个问题。 。 那我们很多时候说,自己说,我很静静啊,我一直用功。 但是其实我们一直还是被这个,我之无名一直牵着的。 我们的发心的话,也是基于我之来发心,而不是说发心来破除我之。 人家说,路长才知道这个马好。 长途至马力。 那我们修行也是,它要有那种锻炼,锤炼。 它才慢慢能够发心,发了生死的心。 那我们这个,我之的话,它是永远在那里,牵着我们,留在轮回里面。 它不得处理。 所以我们要知道,要不断的使得它努力。 用功。 感谢法师。 现在没有时间啦。 好了,感恩大家。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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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